coronary artery stent Yes, coronary artery stent 心脏,支架,手术 昨天你不是问了一个问题 说人老了是不是就会下一步去世? 会不会死?是不是? 在过去呢,人年纪大了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 对吧? 所以呢,死亡率还是蛮高的 然后现在呢,因为科技发达了 好多人得了病以后,他是能够治疗的 这里讲的就是一种,你心脏上的某一根血管 看到就会有血管了吗?心脏上 对,如果年纪大了,他就容易这个动脉周样硬化 就是说动脉会狭窄 然后一旦堵住,那心脏是不是就没被供血了 那么如果没办法治疗,这个时候他就会死,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技术,能把这个血管再通开 撑不开 对,这叫心脏支架手术,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就是说当动脉发生狭窄的时候呢,你看他通过这个球囊 打到这个血管里面去,然后球囊再张开 对,然后就撑在那,那血管 好像把那个王给支的呢?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预防灌状动脉急性闭塞 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得了这个冠心病啊什么的 就会用这个支架 那么这个支架呢,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呢,是金属的 就这个材料是金属的 再后来呢,又加上一些涂层 就是能够跟人体的这个相容性会更好一些 现在是一种可融的那种支架 就是说,开始支在里边 然后呢,慢慢的呢,就能够跟这个血管壁啊,它融合在一块 就不再像原来那样,你身体里面永远留着一个金属 而且有可能会脱落什么的一些风险 材料和人体的相容性会越来越好 嗯,我们待会再通过一个小小的视频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的,好不好? 嗯,它可以演示一下 嗯,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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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然后最后就会堵了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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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到处都是谁过来 嗯 啊 嗯 嗯 嗯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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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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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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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想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话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你看你可以去研究这个支架 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去研究去怎么做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更直观的去看这些东西 对不对 相信以后在国内这种手术会很便宜吧 现在大概多少钱 应该不便宜吧 还这么用概念 没有这个经验 几万块钱少说了吧 对不对 而且这个支架的材料 你选择哪个厂商的 哪些是医保范围 哪些不是医保范围 算了吧 这个 就先这样吧 有相续朋友自己去查一下吧 像各东西开始就都简直去一次 但如果幼儿这个好了 我可以再加进去 这个网速就算了 我这是上传也吧 真是真是能达到那个 借网领 对 借网领 不用电击 我可以再加上传也 我可以再加上传也 我可以再加上传也